继特洛伊未演先轰动 金之眼设首次以新竹市政府 主体建物为景物 10号上午7点 在灯光和道具的布置下 新竹周厅摇身一变 成为希腊千年剧场 带领观众进入贵决壮丽的 古国战役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这一个1925年新建 1927年完成的新竹周厅 能够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 和我们享誉国际 台湾本土的金之眼设 一起来演出一个非常精彩的戏码 继特洛伊 那我想现场的各位朋友 都跟我一样充满了期待 那也非常高兴 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跟金之眼设 来做这样一个合作 来带给我们新竹市民 最高品质的一个 艺文文化的一个饗宴 三个第一次通通献给新竹市 林志坚市长表示 继特洛伊是新竹市第一次 环境剧场的演出 也是金之眼设第一次以市府为景 做户外的表演 更是继特洛伊十年来 首次无售票演出 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 就连名导演柯一正都战胜 非常值得一看 这个戏码是描写3000多年前 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世界名著 叫伊利亚德 这本名著呢 我们用85分钟来做演绎 演绎一个世界的名著 让大家这个85分钟之内 看到我们最棒的一个新竹周厅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民间的 一个最棒的一个古蹟的一个办公厅呢 来化为一个环境剧场的演出 这是全台湾的第一次哦 继特洛伊全剧以台语演出 横跨东西文化的精致美学 以献祭土地的企机仪式做开场 随着乐曲歌声还有古蹟 所营造出来的氛围 让人仿佛穿越时间到了古希腊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